讓大家快速來分享一下我們最新出的這個眼線筆 對 眼線筆的話 這支是我們那時候測試 我個人非常喜歡它 是因為我自己是 農妝之源 你要不要讓大家看一下 你讓大家看一下你一隻眼睛 是用我們家的眼線筆 給個眼睛 你看它多畫 對 你看 它的眼 它的眼線 它超級會畫出來 對 我是走純包式 所以當初這支眼線筆的話 也是就是我個人我個人非常喜歡 我其實是一個只要上妝 特別是眼妝 我就會容易眼睛過敏發紅的人 對 所以其實很多眼睛的商品 我都不會試在我的眼睛上面 一定一定會過敏 然後一定會發紅 後來我發現其實是跟那個材質有關係 只要這個東西有太多的化學成分的話 我的眼睛就馬上 就腫 不是腫 它就是你會發現 我的紅眼絲就會開始越來越多 然後就會眼睛會紅到 我在鏡頭上面 人家都會覺得你腫了 你哭哭喔 血卡喔 他要介紹這支眼線筆給我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說 癲 嗯 我就說 我覺得會暈 對 結果後來那一天我就發現 欸 沒有暈欸 而且不只沒有暈 我眼睛也沒有紅欸 很多人的眼線筆啊 因為我是眼線控嘛 我試過各種各家廠牌眼線 所有的開架眼線 我都有touch過 只要它上面標榜防水 我一定都買 我看得出來 感覺你的眼睛是經歷過就是 你知道 很多泡戰 非常多 對 所以我個人很挑 我會挑它的流暢度 然後還有持久度 我覺得眼線暈開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能暈到不見 我的持妝可以這麼久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像你在上妝之前 我會建議你先壓蜜粉 眼睛 眼睛你要上眼妝之前先壓蜜粉 然後如果你真的很容易暈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眼頭跟眼角 你也可以上完眼妝之後 再補一點點 少一點蜜粉 這樣你的持妝一整天是ok的 其實在畫的時候啊 我覺得它 不會是那種畫起來假假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它反而會有一種很自然的 線條的感覺 然後這一支眼線筆呢 推薦給大家 是因為它很好畫 然後很柔順 然後再加上它很細 然後再來是 我有試過 我有一次酷很多 它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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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整片黑 它就是頂多掉而已 不會造成那種 不知道 就整圓 然後黑黑的這樣下來 不會不會 這是我們最近新推出的 這個眼線筆 推薦給大家 嗯 防水 然後又防暈 然後 好畫 又持久又順 對